澳門人口密集長者和行動不變人士相對較多 有殘障人士表示現時無障礙設施的數量和質量方面都仍然需要改進 推輪椅進入大廈辦公要自己墊上紙板 而街道就好只夠一位殘障人士通過 沒有其他正餘空間 何先生表示平時就住在上班附近 上落班可以順暢通行 但如果外出參加活動 就要提前兩到三日預約車輛 政府對無障礙設施的建設在近年逐步增多 但礙於澳門地方勢 環境受到制約 很多地方雖然有升降電梯 但出行依然困難 所以未必能夠做到很正規的升降電梯的需要 唯有用折衝的辦法 用升降板或者樓梯的升降板 可能某程度上對一些大步一些的輪椅 或者比較重量高一些的輪椅 未能滿足到 但外於這個環境的限制 這個制約暫時未能夠滿足到 目前政府推出了無障礙通用設計建築指引 但僅限於政府部門建築物 以及政府資助改建的建築物 何光明亦表示 指引對於其他建築 以及私人物業建築 仍然沒有起到直接作用 很簡單 我們很多超市、銀行、公共的服務 都未有設限無障礙的門口出入 或者無障礙的服務櫃桌等等等等 所以將指引內容過度到立法程序方面 我對這方面絕對贊成 按照指引內容去設計 都說這樣就不會有一個後加後見的工作 而對於目前政府建立的無障礙設施 何光明就表示 一些行人天橋以及電梯都要轉乘幾次 先可以達到目的地建議要設立自博設施 歐洲衛視記者 寧希華 馬文斌 澳門報導